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我把我们上一堂课 在黑板上讨论过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x三方 加y三方等于1的图形画在这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稍微考虑一下 OK 这图形长这个样子 OK 好 然后 接下来我画了一个x四次方的图 OK 当然 大家可以尝试的 去描述一下 或者是你如果知道用任何的数学转体 你可以去让他画x五次方加y五次方等于1的图 他可能会跟前面三方的比较类似 然后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画x六次方加y六次方的图 他会跟这个比较像 平方是圆 对不对 四次方的时候 他会被拉扯一点 会看起来比较方 你如果把六次方的跟四次方的画在一起的时候 六次方会更方 好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如果你让那个n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的状态会变成什么样 OK 其实还蛮有趣的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今天主要谈的 还是follow the line 我们要讨论 derivatives of inverse functions 好 我们再回想一下 这一章 我们都在讨论微分 所以我们要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微分 第一章 我们在考虑极限 我们讨论了一些 怎么样处理极限的方式 可是很不幸的 有一大块 我不能处理的就是 如果分子分母 它的极限都存在等于0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一块的东西 当然一些特定的情形 我知道怎么处理 比如说分子分母都是多像式 然后我可以某种程度的去做约分 或者是分子分母都是多像式 所谓的有理式 那么我可以相当程度的去做分子的有理化 OK 有一些技巧 让你去处理这些的问题 不过 事实上 还是有一大块的东西 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 那这些东西呢 事实上在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都会讨论 OK 那么这一章主要谈的就是 怎么去求它的导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 经过四则运算的法则 我知道怎么去处理所有的有理式 OK 那么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exponential function 就是e to the x 这个函数 它的导数就是它自己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函数 我们也谈过三角函数它的微分怎么求 基本上sine 的 derivative 是 cosine cosine 的 derivative 是负的 sine 那么知道了这两个之后 我就知道 tangent 的微分 我也知道 cotangent secant cosecant 的微分 OK 所以三角函数的微分我都知道 可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 OK 比如说反三角函数 比如说对数函数 那么不管我考虑的是 反三角函数也好 考虑的是对数函数也好 基本上这些函数的产生 其实都是因为它是 对数函数是指数函数的 inverse 是它的反函数 当然我们在讨论反三角函数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什么 是三角函数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头的反函数 OK 所以它都是反函数的类型 甚至我们昨天讨论到的 如果是考虑power rule 里头的是根式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多项式的反函数 它也是用反函数的这个概念来处理 所以当然我们应该要先看看说 我是不是可以一起处理所有反函数的问题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 一对一的函数 而且假设它这个一对一的函数是可为 那么当然一对一的函数它就会有反函数 它的反函数我如果叫它g OK 如果f在某一点a可为的话 它的反函数在 我们现在注意看一下这个东西 如果f在a这点可为 那么当然它对应到的东西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OK 因为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的函数而言 函数和反函数 事实上不是定义在同一个定义域里头的 alright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红色这条区 红色这条是g f这条是你的函数 这条绿色的是函数 f 那么它的反函数的图形 会跟原来的图形 跟y等于x 就是这条虚线对称 OK 那么之前我们也谈过 一个函数它可为 就表示它的切线一定存在 对吧 这我们昨天才讨论过 它如果可为它的切线一定存在 所以如果我的f是一个可为的函数 那么 就表示它的图形上任何一点都存在切线 那么我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事情我们事实上之前也做过了 它是一个对称的图 它在原来图上有的东西 你把它翻过去 就是在它对称图上发生的行为 看到了吗 所以原来的f如果有切线 对称过去那个图也会有切线 OK 好 所以这边没有问题 原来函数 在这点上面有个切线 你把它翻过来 其实就是 它的反函数 在这个点上面的切线嘛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么 唯一会可能出一点状况的地方在这 这个地方 看到吗 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 我们再回来 倒带一下 我出发点是 f这个函数可为 因为它可为 所以它每一点都有切线 所以我有切线 那个绿色的图形有切线 绿色的图形有切线 绿色的图形有切线了之后 我把它翻过来 考虑它反函数的图形 就表示它的反函数 在每一点上面都有切线 OK 好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 为什么除了这一点之外 因为这一点它的反函数的图形上 有一条垂直的切线 就是这一点 OK 其他的点它的切线都不垂直 它切线不垂直 就表示切线是有斜率的 它的切线斜率就是它的什么 为分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只有一点 就是那条垂直的切线 事实上它没有斜率 那那一点上面 那个反函数 是不可为的 这样的意思 我们昨天讨论过这件事情 OK 所以 整个逻辑是 我从f是可为的函数出发 所以它有切线 我把它的切线 对y等于x做近设 我就得到 它的反函数图形上面的切线 那么反函数上面的图形的切线 如果不是垂直线的时候 就表示它是有斜率的 那个斜率 就会是它反函数的微分 OK 这个几何意义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唯一会出状况的点就是 原来的函数 它的微分等于0的地方 因为原来的函数 如果微分等于0 表示它有一个水平的切线 对吧 所以你经过y等于x做近设之后 它会出现一条垂直的切线 那么 这个函数发生垂直切线的点 是它的微分不存在的地方 它的结线斜率会越来越大 会爆掉 那是极限不存在的情形 OK 所以这点大家是要注意的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面 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如果一个函数 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假设f这个函数它是1对1 而且它是可为 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为 在它的定义域里头都可为 而且我加一个条件 而且f'a,f'x都不等于0 for all x 属于定义域 Domain of f 这地方表示Domain 在f的定义域上面的点 f的取值都不为0 这个时候我一定可以保证 after inverse 它是什么 是Differentiable 原来的函数 它不会出现微分等于0的点 OK 有分都是正的 所以每一个切线都有斜率 一个非0的斜率 导过来 那条切线都不会是垂直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保证 f inverse 是可为的 这个结论我们是从图形上得到的 OK 那么事实上 当然以数学来讲 它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证明 那这边我们不做 事实上大家可以从图形上面 去得到这样子的 推论的 应该是合理 OK 可是这边我们应该让它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应该回来继续看这个图 这地方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把它画在这边好了 这是y等于x 假设这是原来的图 假设这边有点a 这是a 这是a 你看 这是f of a 所以这个点是a f of a 可以吗 好 所以对过来 跟y等于x对称的这个点 就会是f of a a 对吧 所以这边会是f of a 事实上因为反函数的关系 这个东西其实是f of a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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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知道 函数和反函数它们的作用的地方不一样 OK 所以从这个图上我们刚刚的论证方式是什么 因为f在a这点可为 所以这边有一个切线 如果这个切线不是水平的切线 它的微分就不会等于0 对吧 微分不为0 跟没有水平切线是同样一件事 所以你经过y等于x 翻过来之后 你这边就会有一条切线 而且这个切线 不会是垂直的切线 OK 好 那么 所以它的切线斜率就是这个函数在这个点的微分 所以这边告诉我什么 如果f is differentiable at x equal to a and f' of a 不等于0的话 这地方当的假设还是f是一对一 OK 如果我通盘去看 一个函数如果它一对一 而且它所有地方都可为 它的反函数整个来讲 如果原来的函数 全部都不 它的微分都不为0的话 反函数全部都会可为 可是我如果把它看得细一点的话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点 我一个点一个点来看 如果这个函数 f 它一对一 而且在某一个点 a 它可为 而且微分不为0的话 我从这个图上看到的很清楚 它的结论是什么 f inverse is differentiable at 我这边用y好 y equal to f of a 这样懂我意思吗 它事实上如果函数 f 在 a 这个点可为 那么你可以得到的结论 f inverse 是在 f of a 可为 并不是在 a 可为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图大家要放在脑子里头去想 而且 moreover 从我的几何图的上面来看 从我的几何图的上面来看 没问题 你的 f inverse 它的微分 在 f of a 的取值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 我们刚刚说这两条直线 是跟 y 等于 x 对称的嘛 所以它的斜率应该是怎么样 互为导数 对吧 所以是 f of a 分之一 所以是 f of a 分之一 这是大家看懂了吗 或者我把它另外写成一个模式 是 f inverse 它就会在 b 的微分 a where b 是等于 f of a 也就是说 b 跟 a 中间是有一个关系的 是什么关系 b 是 f 在 a 点的值 所以这一点是要搞清楚的 OK 并不是说 f 在 a 点可为 所以 f inverse 也在 a 点可为 no 因为它们作用的定义域 事实上可能是不一样的 f inverse 的定义域 其实是 f 的值域嘛 这个大家知道了 好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采取的 approach 是从几何的方向上面 去建立这样子的想法 那么事实上 如果我知道 f 是可为的话 而且如果我知道 g 的反函数 也是可为的话 我其实也可以透过 chain root 的方式 去验证这件事情 怎么验证 我知道 f 和 f inverse 是互为反函数 对吧 所以你任何一个点 x 落在 f 的定义域里头 不 f inverse 的定义域里头 经过 f inverse 的作用 再经过 f 回来以后 再经过 f 回来以后 我给你写错了 我要用另外一边 我要的是 f inverse of f 的 x 会等于 x 我考虑任何一点 x 是在 f 的定义域里头 经过 f 的作用 再经过 f inverse 就会回到原来的点 这是反函数的定义 那么当然这个式子 我可以两边对 x 作为分 我们刚刚讲过了 等式两边 你可以做加减乘除 你可以乘 可以开方 whatever 只要两边同时做都可以 两边可以同时为 对不对 我两边可以同时对 x 作为分 所以这边我会得到什么 f inverse 的为分 看到没有 这个纤维 作用在哪里 f 上面 可是你要用千如 所以你这里头 要再乘上 f' 对吧 结果永远是 1 for all x 所以这地方告诉你什么 f inverse 的为分 在什么 在 f 的这一点 如果这个不等于0的话 这个可以除过来 所以我得到 f inverse 的为分 在 f 的取值 会等于 1 over f 的 sum 的 如果 f 的不为0的话 f 的不等于0 所以的确我也可以透过千如去verify 我刚刚从图形上看到的结论 所以你当然会得到 g 的 f 的 会等于1 over f 的 如果 f 的不为0的话 ok 好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当然是可以用来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代数证明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其实大家只要利用到 函数和反函数的关系 你把你要求的那个式子 如果 g 是它的反函数 g 减掉 g 除上 y 减 b 那么 y 是 f 的 x b 是 f 的 a 所以你继续经过这样作用 g 的 y 就会是 x g 的 b 就会是 a ok 那么 y 会等于 f 的 x b 会等于 f 的 a 你把它换出来 ok 那么你 f 的 a 当然可以除下去 所以告诉我说 limit y 去均于 b 的时候 事实上 你的 x 一定会去均于 a alright 这个地方它会用到 反函数是连续的这样子的性质 然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改写成这样 你在取极限 因为这个不为0 所以极限会存在 ok 那么事实上 我是觉得大家当然 我想大家至少要能够 从图形上去了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今天接下来 当然我们主要想要看到的事情是 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的问题 我们回忆一下 上次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有介绍到反函数 我们都知道三角函数 绝对不会是一对一函数 因为它是周期函数 所以它会 periodic 一直重复某些值 可是如果我们适当的去限制它的定义域 那这个函数就可以是 就会是一对一的 所以一般而言 对于sine来说 我们会把sine 这个函数它的定义域 限制在负的二分子π 到二分子π之间 ok 所以 in general 我会把sine这个函数 限制在负的二分子π 到二分子π之间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把sine 画得更精准一点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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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切着y的x 我如果把sine 限制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反函数 它就会是一个递增的函数 它的定义域在负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之间 值域是什么 负一到一 对吧 值域是负一到一 所以它的反函数 所以 以这个函数 考虑这个函数的反函数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arcsine 或者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它都代表 arcsine 代表的是 这个函数 我把它限制在负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之间 这个sine的函数 它的反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呢 它的定义域会在哪里 会在负一到一之间 它会送到哪里去 它的值域在哪里 这要搞清楚 在负的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之间 OK 对 好 sine 是一个可为的函数 sine如果把它限制在负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之间 它的微分 它是可为的函数 它的微分是cos 可是糟了 cos 在负二分子π和二分子π的取直都为0 OK 所以从这个地方很显然我知道 如果sine of x 的微分都不会等于0 for all x 不等于正负二分子π 2分子π 2分子π会送到哪里去 会送到1 负二分子π会送到哪里 负1 对吧 这是对应到oxine的部分 所以现在表示说 在1和负1这两点上面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对于所有的x不等于正负1 Oxine of x 它应该可为 它的微分应该是什么 照我们刚刚的讲法 这个东西的微分应该是1 over sin 的微分 对吧 sine 的微分是什么 是cos 可是在哪里 在某一个角度 θ 对吧 θ 跟这个x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sine of θ 必须要等于x 我们再回忆一下刚刚 f和f inverse 假设它是f是inverse 它如果是在a点可为 那么f inverse它就会differentiable as x equal to b 而且f inverse 而且f inverse 在b点的微分会等于什么 1 over f prime of a where 你的b其实是f of a f是1对1的 所以b决定了 a就决定了 a决定了 a决定当然b决定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 你就知道它f的值 所以这个点 你看看你的inverse 在x这一点的取值 应该是原来那个函数的微分 原来的函数是sine sine的微分是cos 是cos 在某一个角度的值 我用角度是因为我们通常 在考虑sine cos的时候 是考虑它某一个角度的取值 在某一个θ的取值 这个θ跟这边的x的关系是什么 sine 不要忘记了 现在我们考虑的函数是sine 我们在考虑sine的inverse 所以sine 在θ的取值会等于x ok 这地方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下计算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cos θ等于x 那么我现在要求的是cos θ分之1 所以我就必须要计算cos θ 所以我必须要了解cos θ是等于多少 对吧 in order to answer 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都知道cos 的平方 会等于1 减掉sine的平方 ok 所以就是1-x平方 所以cos的平方 所以从这个式子告诉我 cosθ 应该等于 这个1-x平方开根号 可是开了根号的时候 你有可能有正有负 对吧 开根号有正有负嘛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你的θ 只限制在负的2分之π到2分之π之间 在负的2分之π到2分之π之间 你的cos全部都是正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在这地方 所以在这地方因为 所以从这个地方告诉我说 cosθ 的可能性是正负 更号1-x平方 可是因为θ 是属于负的π over 2 到π over 2 所以告诉我说 cosθ 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不会取到负的值 所以cosθ 唯一选择是 根号1-x平方 所以告诉我 cosθ 分之1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 1 over 根号1-x平方 分之1 这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很清楚 为什么 我必须要要求 x不等于正负1 x等于正负1的时候 这个式子 根本一点定义都没有 所以这个方式是我利用前面我们得出来反函数的结果去算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怕你那个式子不容易去看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做法 你可以考虑 sine 本身 作用在 arcsine上面 它永远是等于x 你现在考虑x arcsine of x 是什么 是我现在要考虑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x 在于-1-1之间 sine of arcsine of x 永远会等于x 所以你就直接去做两边对x做微分 你会得到 cos of arcsine of x 乘向 arcsine of x 的微分会等于1 所以你会得到 arcsine of x 的微分会等于cos 作用在 arcsine of x 分之1 其实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OK 看到没有 事实上 arcsine of x 是一个角度嘛 对不对 可以吗 记住 我们在讲三角函数的时候 它的定义率通常我们是在指角度 所以你就把它讲成角度 arcsine就是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有什么样的性质 就是sine作用之后会等于x 这个角 我们就叫它 arcsine 当然这个角很多 可是 arcsine 我只取在-2分之π和2分之π之间那个角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是某一个角 它经过sine的作用之后 会等于x 所以跟我们这边得到的结论 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没有 这边我的写法是cos θ 这个θ 就是什么 满足 sin θ 等于x 的意思 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θ 就是 arcsine of x 是完全一样的 这边你当然如果你对于 反函数的维分的那个法则清楚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那一个 否则你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不等式写出来 直接去算 直接apply chain rule 一次 所以这边跟刚刚同样的问题 你必须要求cos of arcsine of x 是什么 事实上你就用到我们刚刚解这个事情的方法 OK 所以这边我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arcs of x 它的维分会是1- x 平方 for all x 不等于正负1 x 等于正负1的时候 arcsin 是不可为的 那么事实上大家也可以从图形上看得很清楚 OK 红色的是你的sine function 蓝色的是你的arc sign function 这是arc sign的图形 OK 好 所以在这地方呢 大家不要忘了 sine 在 2 分之 π 的地方 有一条水平的切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arcsine 事实上 你如果继续 它事实上的意思是 这边会非常的陡 它会有一条垂直的切线 看到没 只在它端点上面 OK 好 这是 arcsine What about arccosine 同样的讨论方式 可是我就必须要知道 rcos 的定义域在哪里 通常我们在定义rcos 的时候 我会把sine 限制在0到π之间 所以cos function 如果我把它限制在0到π之间的话 它会是一个increasing function onto 负1到1 所以这是cos 所以它的 arccos 会从负1到1 送到0到π cos of x 在0到π之间是递减的 所以 arccos 在0到π之间也是递减的 cos 在0到π之间是连续的 cos 在0到1之间也是连续的 cos 在0到1之间也是连续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为的部分 我们注意看到 cos of theta 除了在0和π之间 cos of theta 是负的sine 所以除了在0和π之间之外 对于所有这两点之外的点 cos 的微分都不会等于0 所以我们刚得到的结论是说 除了这两点印过去的这两个值之外 换句话说也是x不等于01的这个地方 f 的 inverse 就是 arccos 应该是可为的 它的微分是什么 这是cos function和 arccos function 这是我的cos 这是我的 arccos 在这边有一个水平的切线 所以这边是垂直的 这边是水平的 所以这边是垂直的 跟刚刚一模一样的计算 再来一次 cos 如果作用在 arccos 之后 它会得到x 两边对x做微分 你会得到cos 的微分是sin 对不对 副sin 作用在 arccos 里头 乘向这里头 就是 arccos 的微分会等于1 所以 arccos 的微分 会等于副的 sin 的 arccos 的 x 分之1 arccos 是什么 是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经过cos 作用之后 会等于 x 跟刚刚一模一样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去计算 sin 在这个角度的值 你知道cos 要求 sin 基本上你可以做开方 1-cos 这个角度 所以你会得到 根号 1-x 平方 可是这地方 我们同样的通常在开方的时候 我们要取 有两种可能 可以取正的 可以取负的 可是因为 sin function 在 0 到 pi 之间 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表示我开方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负号 alright?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取正的就好了 你可以把 cos 的地方 r cos 的地方 全正改成 θ 改成那个角度 在那个角度都是正的 所以我会得到什么 r cos 的 x 它的微分是什么 -1-1-x 平方分之1 所以我得到的结论是 r cos 的微分会永遠等于 0 这是告诉你什么 这两个图画起来 它加起来会等于 什么 我知道它的微分都等于 0 对不对 微分等于 0 表示什么 没有变化 变化只有什么 constant function 表示不管 x 是什么 r cos 永远是一个长数 这个长数是多少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么事实上 这边的做法 都完全一样的 这个 worksheet 上面 我有做 tangent 事实上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得到 r tangent 的微分 是 1 加 x 平方分之1 对于所有的 x 都成立 r cot 会得到 负的 1 加 x 平方分之1 r sec 会等于 x 乘上 更号 x 平方 更号 x 平方减 1 分之1 r cosec 会等于负的这个值 可是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 sec 的值域 是 x 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 1 那么等于 1 的时候没有定义 所以这个地方 事实上 x 的绝对值 是大于 1 的 所以定义域 要稍微特别注意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 lock function 也就是对数函数 刚刚我们讲过 有几个函数 是我们这边想要考虑的 反三角函数考虑完了 我们要考虑对数函数 对数函数是指数函数的反函数 我有 e to the x 它的定义域是所有的实数 它的值域呢 e to the x 永远是正的 e 是一个介于 2 和 3 之间的数 e to the x 永远是正的 所以它的值域 会是 0 到 5 限大 它永远不会取值是 0 虽然当 x 却近于 負 5 限大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 0 它可以很靠近 0 可是它永远不会等于 0 alright 这个函数是递增的 这个函数是递增的 因为 e 是一个大于 1 的数 所以它越沉会越大 所以它会有反函数 它的反函数 它的反函数 是 e to the x 的反函数 所以表示它的定义域 会在 0 到 5 限大之间 它的值域 会是所有的实数 而前面我们很清楚的 e to the x 它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永远不会等于 0 for all x 所以表示它的反函数 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为 OK 它的微分是什么 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程序 其实对有些同学来 会有点混淆 f 它如果是 differentiable at x equal to a f inverse 它就是 differentiable at x equal to b where b 等于 f 的 a 这是第一点 我们知道的结论 f 如果在 a 这个点可为 而且 and f 伸 of a 不等于 0 那么 f inverse 就会在 b 这个点可为 and f inverse 的微分 在 b 点的值 就会等于 1 over f 伸 of a 我们来看一下 要论的 x 它会是什么 1 over 它的反函数 ln 的反函数是 e 的反函数 e to the something right 这个 something 是什么 e to the something 应该要等于 x 对不对 你的函数是 exponential 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是 1 over exponential something 作用在哪里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叫 a 好了 可是 a 跟这个 x 的关系是什么 e to the a 应该要等于 x 对不对 原来的函数作用在这个上面 会等于这个 看到没 原来的函数作用在这个点上面 会得到这个点 看到了吗 所以原来的函数作用在这个上 会得到这个点 所以是不是 e to the something 应该等于 x 所以告诉我什么 这个就是 x 所以我得到 l の x 它的维分会等于 x 所以在这个地方 等于 x 分之 1 sorry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 l の x 的定义域是 不会等于 0 的 所以这边这个 x 也不会等于 0 你们课本上还有一个式子 可能会有点 confusing 他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他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x 的绝对值是不可为的嘛 他事实上这样写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不考虑 所有的时数的定义域啦 也就是说他在这边要考虑的情形 其实是你有些东西可能有正有负的时候 你要取 log 你就只能取了绝对值以后再取 可是这样以后很清楚 他要表示的事情是 他只是要把 x 大于 0 和 x 小于 0 的部分 全部都一起讲就是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么这个地方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 x 是正的时候 x 大于 0 的时候 x 的绝对值就是等于 x 所以他的导数 刚刚已经算出来就是 x 分之 1 x 若是小于 0 的部分呢 所以说 x 的绝对值 事实上是等于负的 x 对吧 所以他应该等于负的 x 分之 1 因为你要用 chain rule 里头还有一个负 要乘上一个负 1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等于 1 over x 的绝对值 这个是等于 1 over x 的绝对值 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件事啦 就是说你加了绝对值之后 其实他并不是讲是两块一起考虑的 他是分开考虑的 所以 x 大于 0 的时候 事实上 x 的绝对值就是等于 x 所以他的微分是等于 x 分之 1 可是 x 就等于 x 的绝对值 所以就是得到 x 的绝对值分之 1 当 x 是小于 0 的时候 你取了绝对值之后 事实上的值就要取负号 就是 ln 负 x 可是 ln 负 x 的时候 你去做他的微分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得到 所以这边还是得到 x 分之 1 我做错了嘛 对不对 你 ln 负 x 的时候 你做微分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的导数 负 x 分之 1 必须要乘上这个里头 是负 1 嘛 所以还是 x 分之 1 所以这边还是得到 x 分之 1 不管怎么样都得到 x 分之 1 就是了 这是他的意思 我在这边做一下解释 并不是表示说 x 的绝对值是可为在 0 点 不是 OK 那么对于 如果你要考虑 不是自然对数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 换底的式子 如果我考虑一个对数 他的这个底呢 不是自然 不是 1 OK 那么 事实上 用换底的公式 我得到 ln 这个 以 a 为底的对数 事实上就是 ln 负 x 除上 ln 负 x 除上 ln 负 x 嘛 所以其实就是 ln 负 x 除上一个常数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讲 所以告诉我 这个对数的微分 就会是 x 分之 1 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 这个常数 就是 ln 负 x 分之 1 这样可以吗 OK 所以所有的对数 我们讲完了 那么 这个地方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处理 x 的 r 次方 r 是任何一个实数值 前面我们只谈了 我一开始 这个次数呢 我先从正整数开始考虑 然后考虑到负整数 正负整数考虑完了以后 我们还考虑分数的次数 分数的次数 对不对 那现在 我可以考虑这个次数的部分 是一个实数 那么如果考虑实数的时候 我就只能考虑 x 是正的 它的定义 我只能要求它是 x 是正的 OK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这个数 以现在 我知道的函数 来定义的时候 它根本就是什么 它的想法是 x y 如果是 x 的 r 次方 两边取对数 自然对数 你就会得到 r 乘上 l 次 对吧 所以你的 y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 e 乘上 l 次 事实上 对于 x 的 r 次方的定义 我是透过 指对数来定义的 所以如果我照这个定义方式 很清楚的 那么 d dx x 的 r 次方 应该等于什么 它就是等于 d dx e to d r 乘上 l 次 这边 exponential function 它的维分就是它自己 所以是 e to d r 乘上 l 次 可是你要用什么 chain root 所以你还要围这一块 这一块我会得到 l 次的维分是什么 x 分之一 所以这边要乘上 r 乘上 r 乘上 x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个东西写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它就是什么 x 的 r 次方 不要忘了 所以这个是 x 的 r 次方 乘上 r 乘上 x 所以是不是就得到 x r 乘上 x 的 r 减乘次方 所以的确我会有 general power rule 也就是说 如果我考虑 x 是正的 如果我考虑 r 是一个实数 general power rule 如果告诉我 x 乘上 r 次方的维分 就会等于 r 乘上 x 的 r 减乘次方 for all x 大于 0 这是我们所谓的 general power rule 那么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follow 类似的 idea 我就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随便给一个实数 你可以考虑它的实数次方了 对不对 每件事情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前面如果它的次方是 整数的部分就是连乘 负的部分就是导数 分数的时候就是乘方和开方 对不对 现在如果它是一个实数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要透过指对数 来定义的嘛 OK 所以它都有定义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忘了 它是怎么定 1 的 r 乘上 element x 那就表示说 我可以考虑这个函数咯 这就有定义咯 对吧 没给一个实数 这个实数我可以考虑它的 自己那个次方 那个实数次方嘛 所以这个数可以定 所以它是一个函数 好 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是什么 我们前面 我们 recall 一下 OK 我不断的帮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谈过的东西 你当然要回顾一下之前 学到的东西 想办法用它们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事实上前面我们已经谈过 如果我考虑任何一个 x 的 r 次方 它是什么 它的微分是 r 乘上 r 减 1 for all x 大于 0 r 是任何的实数 我也可以考虑 a 的 x 次方 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讲 可是我想大家可以 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 我考虑 y 等于 a to the x 的时候 其实有点像换底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两边取 log 自然对数 我会不会得到 x 乘上 l 的 a 对吧 可以吧 好 我两边可以对 x 做微分嘛 对吧 所以这边我会得到 1 over y 乘上 y plump 所以这边我会得到 l 的 a 乘上 x 的微分是 1 所以从这地方会告诉我什么 y plump 应该等于 y 乘上 l 的 a 所以的确 这个微分就是 a to the x 乘上 l 的 a 所以的确 这个微分就是 a to the x 乘上 l 的 a 所以的确 这个微分就是 a to the x 乘上 l 的 a 对吧 这个地方有点像刚刚那个换底的感觉 我就通通把它换成 自然指数和自然对数来做就是了 因为自然指数我已经会做了嘛 自然对数我也会做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换成自然指数和自然对数 所以这个是对于 exponential function 会对的 这个是对于 x 的 power 会对的 可是很不幸 这个东西呢 它又不是 x 的 power 也不是指数 这样子的指数 那我要怎么解决 这个函数它的微分的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 follow 这个 idea 我刚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 idea 一模一样的做法 OK 事实上这个东西还是由指数来对的 在定义的嘛 所以你如果让 y 等于 x to the x power 所以两边可以取对数嘛 自然对数 所以你会得到 l 等 y 会等于 l 等 x to the x 所以这会等于 x 乘上 l 等 x 所以我两边可以对 x 作为分 y 是 x 的函数 两边对 x 作为分 左手边我会得到 1 over y 乘上 y plump 你要用 chain rule 会等于右手边这个的维分 你要用 product rule 所以你会得到 l 等 x 加上 x 乘上 x 分之 1 所以你会得到 1 加上 l 等 x 所以两边你可以把 y 乘过来 所以你会得到 y plump 会等于 1 加上 l 等 x 乘上 y 对不对 可是 y 是什么 y 就是原来的东西啊 看到这个差异性吗 它基本上还是比较像指数 所以它的维分出来 还是它自己乘上某个东西 可是像这边的指数的 有固定基底的指数的时候 前面这个常数 前面乘的东西是个常数 是固定的 这边它的基底也在变的时候 前面乘的这个东西也在变 是一个变数 类似的方法 你可以处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指数 形式的函数 比如说 l 等 x to the x x to the x ln x whatever 一大堆怪里怪奇的东西 反正方式都是一模一样 这种维分的程序 我们把它称为 logarshan differentiation 也就是先取对数以后 再两边做再乘回来 所以我们刚做了这个例子 事实上 有一些其他的函数 你可以也用类似的方法 去简化你的计算程序 OK 比如说这个函数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函数 你当然可以用 quotient rule 加上 chain rule 加上product rule 去得到所有东西 尤其是你考虑一大堆函数 连乘的时候 OK 因为乘法你的product 如果要用的时候 你就必须围一个其他的不动 再加上围另外一个其他不动 一直围下去嘛 对吧 可是 对数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把乘法变成加法 加法的微分还是比较容易的嘛 反正就逐项尾以后加起来就是 对吧 所以 对于这样子的函数 你也可以采取同样的程序来做 也就是说 先取对数之后 看到没有 我可以保虑这个函数 假设定它是y 两边取对数之后 我就会得到ln y 会等于 4分之3乘上ln x 加上 甚至这个根号都会变成 什么 前面的系数 2分之ln x x 平方加1 分母的地方会变成减的 变成5 乘上ln 3x 加2 OK 那么两边同样的对 x做微分 你会得到y分之1 乘上dy dx 会等到4分之3 这边你就逐个 所以这边得到4分之3 乘上x分之1 这边得到2分之1 乘上x平方加1分之1 再乘上这个的微分是2x OK 所以你会得到这一下 这边你会得到 3x加2分之1乘上3 所以你会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你把y乘过来 你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事实上这个方法做比 你用quotient rule要做来个快 OK 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OK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所以譬如说你要微分 x乘上x-1 乘上x-2 乘上x-3 3个还好你就逐渐微 可是如果它连成了100个 我想你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你也可以先取log 可是在这地方取log的时候 跟刚刚上面那个不太一样 刚刚那个上面x平方加1的地方 反正通通是正的 在这边事实上你就要考虑 natural log 本身在1 2 3 那个点是没有定义的 你取了对数之后 第一个对数里头不能为0 OK 所以那个点要除掉 第二个 负的数 你没办法取log 所以你应该先取绝对值以后 再取log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要加一点点程序 如果真正你要去 执行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的时候 你要取绝对值以后 再取log 再微 可是前面我们讲过 不管是怎么样子 natural log 取了绝对值 x的绝对值 它的微分是x分之1 OK for all x 不等于0 所以在这地方 你微过之后 还是得到同样的东西 你再把它沉进来 这样得到的结果 跟你用product rule做出来 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 所以这边基本上 logarismic differentiation 它是一个程序 也就是说 有一些积分 尤其是乘除非常多的函数 也许你可以用这样子 去简化你的计算 可是你碰到像这一类的指数 的函数的时候 其实你非得这样做不可 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前面 你只有四则运算 OK 你有chain rule 你没有其他的东西 OK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